爱的魔力转圈圈 不是 我们是要来玩色光 对 看一下这边 我变 变 变 你看 白光透过塑胶片 为什么出现彩色图案 红光 绿光 为什么黑淡泥都不变色 红番茄照红光 看起来更新鲜 锁定这集《菜科学》 色光三元色 挑出全彩世界 人不分男女老幼高矮胖瘦 第一部分南北东西 街头校园还是出来的 全民一起《菜科学》 来 维维 维维 这边有一个神奇的塑胶片 然后这边有七彩霓虹灯 我别说明明只有四个 神奇的事情就是在这里 等一下你选一个你喜欢的光源 然后照射这个塑胶板 你就会看到七彩霓虹灯跑出来 好 那我又红色好了 我最喜欢红色了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红光照起来的感觉 就会比较漂亮 比较可口 是这样子 好 那我来照了 一 二 三 喂 有吗 没有 只有红色 你确定 不对啊 你说要七彩光 可是你这边就是没有七个颜色 怎么打七彩光啊 不然你这样子 全部都要帮我打 我跟你说 这个游戏就是只要用一支 它应该就可以打出七彩光 但是如果我会打不出来的话 不然我们来上街头 踹科学看看 街头踹科学 这个是一个透明的细胶片 哪一个手指的才可以 造出七彩光 这个这个这个 为什么你会猜红色 就直卷的 直卷 帮我看一下你看到什么红色 红色 红色 这个啊 蓝色 你为什么会挑它 我喜欢蓝色 你喜欢蓝色 它是什么图案 爱心 然后是什么颜色 妆型啦 蓝色的 红色 红色 好 为什么你会猜红色 不知道我感觉 有看到什么颜色的图吗 爱心 所以它是什么颜色的 红色 应该会是透明的这个 为什么 因为红光 这个好像不太 它透出来的话就是这个颜色 我觉得这应该会有 蓝色的图案 对啊 就是彩色 蓝色的颜色 就像彩虹的颜色 有紫色 绿色 红色 有红色 红色 白色 白色 那你帮我拿个塑料片 然后看 你说你到底看到什么 就红色 如果这样就像红色 这样就像红色 对 像红色而已 然后红色 很多种颜色 绿色 蓝色 红色 橙色 好像都有 白色 好 有吗 有 有一个爱心 然后旁边是 然后那个七彩的亮光 那你知道为什么 是白色的会有七彩吗 我是觉得它因为它是白色 就是比较纯粹的光 其他颜色都是有可能附浮色 所以不会出现到其他 可能其他颜色 所以只有白光 我觉得只有白光 折射吧 因为光线是没有颜色的 就像白色的一样 哇 有些人都很有观念 都知道用白光 就可以造出七彩的光芒 可是在其中说的原理 他们说得对吗 其实这个原理很简单 我用一首歌唱给你们听 就知道了 眼前的白不是白 我说的白是七彩广 白是七彩广 你就白色它里面会有 红尘黄绿蓝电子 什么意思 三人镜都摆在这里了 你没有印象 三人镜 对 我都问了 我们现在就来试试看 现场请关灯 红尘黄绿蓝电子 七彩光 酷 是不是 这个我能够了解 而且我也想到了 但是 你这是一张透明的板子 为什么可以造出七彩的颜色 很简单 因为它是一片光炸片 而光炸片也有分光的效果 干嘛 你不相信我吗 客学妹 我看我需要你了 大家好 我是蓝色战士 客学妹 你赶快来解开我的疑惑 为什么光炸片会和三人镜一样 可以制造出七彩光芒 对啊 而且为什么光炸片 可以这么神奇里面有图案呢 就我精心准备的啊 里面有爱心的图案 所以是它可以有任何不同的款式吗 哦 那个图案可以做 但是追根究底啊 其实这是一个光炸片 那这个光炸片是什么意思呢 你想像 它是有很多啊 很细小 一条一条的圆柱状透镜 所组合而成的哦 所以这时候啊 青彩的白光照下去之后 那个光线经过那个霞缝 跑出来的光 就会把七个颜色分散开来 是 真的 怎么办好像听不太懂 看什么 这就需要靠动画 来帮助大家了解 好 听看的话 一懂你就懂 光炸片怎么把白光变七彩 白光是由七彩光所组成 所以当白光露射到三人镜 因为各种色光行进的光速不同 产生不同折射角度 于是色散出七彩色光 而光炸片是由一条条极细的圆柱状透镜组成的 当七彩光组成白光穿过光炸的载缝后 各色光线会向周围扩散 从无数载缝扩散出来的各色光线会各自交叠 就形成我们眼中见到的七彩亮纹 原来光炸片它的分光过程这么复杂 好想复杂耶 对啊 而且啊 白光既然是由七种色光组合而成的 那这样子不就代表说 我们如果要制造出白光的话 我们就要先找出七种颜色的光 然后这样把它组合起来吗 不用这么复杂 三种颜色就可以了 好 我们来看看吧 桌上准备了这么多种不同颜色的手电筒 是 好 然后我等一下要请大家利用这个光炸片 找找看 你把这个灯一照哪一些 它没有办法再被分出新的色光 那哪一些 一照又可以分出两种以上颜色的色光 我们等一下把它分类一下 好 这个简单 好 来吧 来吧 乖友们一起来合作 来 一二三 单色光就是红色 蓝色和绿色 两种颜色以上组合而成的光 就是白色 洋红色跟黄色 是的 白色很清楚了 我们前面都有看到了 它会散出七彩的颜色 对 然后黄光 我刚刚有发现 除了看到黄光本身 还有看到红光和绿光 所以代表是红光和绿光 加在一起就可以变黄光了 是的 那洋红色呢 洋红色就有看到除了洋红色以外 还有红光跟蓝光 所以 红光加蓝光 就会变洋红色 的确 那这样子看过来的话 都有 红光 蓝光 绿光 就可以组合成这些颜色了 是不是代表 这三个颜色的光 就可以直接变白光 没错 而且我们刚刚有没有发现 这三个颜色 我们去照的时候 它没有办法再分出其他的颜色 对 所以我们也称 红蓝绿就是光的三原色 那到底能不能真的都变成白光呢 我们下一个实验就一起来看看 好 光的三原色组合出彩色世界 那我们接下来就用这台机器来实验看看吧 好 那我们就先从红蓝开始啦 好 红色 好 蓝色 请看 是不是啊 这加起来就是刚才的洋红色耶 是的 没错 那再来我们要看什么 那我们来看红绿好了 好 来 关起来 变黄色 接下来想看什么颜色咧 绿色蓝色 是不是很清楚 这个颜色是不是叫什么 黑色 这些浅浅的蓝色 没错 那再来呢 三个颜色加起来 中间变成白色了 没错 好神奇喔 这三种颜色开灯的时候啊 是越加颜色越淡呢 有有有 像红灯加蓝灯啊 加起来变成洋红色 然后红灯加蓝灯加绿灯 直接变成白色 对 真的是 是啊 那像我们生活中啊 使用颜料的时候就是 那如果这样说起来的话 以光的部分黑色要怎么调啊 这我刚好知道耶 简单 大家怎么关灯啊 那你就都不要打光 就是黑色的了啊 好 我原委为 踹科学 真金不怕火炼 有实力的同学们 敬得起科学考验 其实啊 每次到这个单元的时候 我都突然会觉得 现在的同学们 他们的科学实力 简直都已经赢过我们两个了 对啊对啊 不过我觉得喔 应该就是因为 同学们都有看 踹科学吧 有人这样子自己夸自己了吗 好啦不开玩笑了 今天呢有一位同学 他要来挑战另外一位很特别的人 他是谁 没错了 这位同学就是小可爱 潘慈飞 我是潘慈飞 嗨 欢迎你 慈飞 你今天要找的挑战者 是哪位啊 这么可爱 真的喔 那等一下就看爸爸的表现了 那你要加油喔 好 那我们就要邀请爸爸出场 欢迎潘爸爸 我是潘仁凤 是一位专业的咖啡师 所以对温度的调控 以及咖啡比例掌控相当精确 好 慈飞爸爸 那今天你面对慈飞 要来找你挑战 你有什么感觉 还蛮开心的 真的 对啊 可是你如果赢了他会生气 所以爸爸没有要让的意思 所以爸爸没有要让的意思 那这个比赛感觉就好好看 我们先来分明一下游戏规则吧 好 我们等一下会进行三个回合 每一个回合呢 我们就以抢答按0的方式 抢答到的人呢就可以回答 那如果答对的话就获得1分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来邀请这一次 担任我们的评审 同时也是我们出题者的 科学妹 蓝色战士 大家好 我是蓝色战士 那我们先来个暖身好了 但是不计分 好喔 先问问大家 你觉得啊 为什么我们眼睛可以看见东西 因为有光 很厉害喔 答对了其中一个 第二个呢 第二个呢 第二个会反射 怎么这么厉害 答对了 不得了了 不得了了 我觉得爸爸今天看一遍 好啦 我来整理一下 其实我们眼睛可以看见东西 第一个是那个物体本身 它自身就会发光 是 就像我们现在看到周围的灯 那另外一个就是 光线照到物体本身 这个物体会反射到我们的眼睛里面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它 好 那接下来的题目 我们会再加上颜色 要来考考大家喔 第一题我们要先请科学man 来做一个小实验 请关灯 好 请关灯 好 这边有一颗白蛋跟黑蛋 我们先来用绿光照射它 好 请问 白蛋变什么颜色啦 黑色 而黑蛋呢 背喔 还是黑色 这样还是黑色 看的话 红光 白蛋呢 变红色 黑色 背喔 还是黑色 这就是我要考两位的问题啦 好 看完这个实验之后 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起 动动脑想一想 这一题的题目是 为什么白蛋遇到红光变红 绿光变绿 而黑蛋依旧是黑蛋呢 A 白蛋与黑蛋都反射色光 B 白蛋吸收色光 黑蛋反射色光 C 白蛋反射色光 黑蛋吸收色光 可以 感觉是一个绕口令耶 对 对 来 请抢答 白色 小吃飞 小吃飞 黑蛋都反射色光了吗 有 为什么 超光灯没有照错的时候 其实没有看到他们的神会发光 所以我觉得他们都是会 反射色光 哦 这里又非常非常的确实 那爸爸有不同的想法吗 一样 你也是选A 我也会选A 诶 那这一题的正确当然更加 我们来看一下咯 看一下咯 我来解释一下啊 因为白色啊 其实会反射所有的光线 所以我们用红光照射的时候呢 它就会反射出红光 用绿光照射的时候 它就会反射出绿光 所以会看起来变成红蛋 还有绿蛋 而黑色呢 它会吸收所有的光线 所以不管用我们 用任何颜色的色光去照射的时候呢 它全部都吸进去 永远看起来就是黑色的咯 所以黑色会吸收所有的色光 那我也没想问两位了 晚上哦 如果我们要出去 最好不要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你们觉得呢 黑色 为什么 对 就危险 对不对 好 第一题 两个妇女党都没有办法得分 真的 可是虽然是这样啊 我们却发现慈非它非常的有想法哦 对 那接下来我们往第二题前进咯 这一次的实验道具有 红绿眼镜 好 然后呢 待会我们要用一个 绿色的光线来照它 那待会要请两位看一下哦 透过这个绿色的镜片跟红色的镜片 在这个屏幕上面所呈现的颜色 有什么不同 好 那我们就请关灯 这是绿色镜片 对 照绿色光线 会有哦 什么颜色 绿色 接下来我要换到红色镜片咯 请看好咯 发生什么事了 没看到 不见了 这就是我的考题啦 这一题的题目 为什么用绿灯照射红绿眼镜 红色的镜片会透不出绿光 A 绿光被红色镜片吸收 B 绿光被红色镜片反射 C 绿光不够亮 这按照我哦 主持这个节目这么多年 绝对不设施 对 你怎么知道我要讲什么 他怎么知道我要讲什么 你可以跟他开摆一下 对 我觉得你好棒哦 好可爱哦 那到底是A还是B呢 请拿 谁 谁问他词飞 你要选A还是B呢 B版 B吗 为什么要反射 红色镜片 它本身就是有 红色的元素 白光照它就会 红色 但是用 绿光照可能它就是因为 被反射了 对 那爸爸你觉得呢 B 他们父女连心耶 对啊 那你的理由是 因为我刚刚在 那早的时候就看到反射了 所以他们两位都觉得是 红色镜片把绿光给反出去了 反射掉了 到底是这样吗 好 我们来看一下答案吧 答案是A 两个母女讲的 这超有道理的感觉耶 不是 我被她们说服 你刚刚你已经看到反射啊 对啊 对 来我们赶快问科学妹 怎么会这样 你刚刚看到的反射其实是 你是不是光照到的时候 看过去的方向对不对 可是我们刚刚要请大家观察的 是不是看到这个 屏幕上面的颜色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关注的其实是 到底什么光穿透过去了 而刚开始 绿色镜片就是可以这样 绿光通过 而会吸收其他的色光 所以当我绿光打开的时候 绿光通过了 背板上面看到是绿色 而这时候我如果换到 红色镜片呢 所以当我把绿光打开 绿光被吸收了 你会看到 屏幕上面 没有其他光通过 所以会呈现黑色 现在妇女党都目前依旧是挂蛋的状态 甚至平手 那接下来第三题会怎么样 最后一点 对 最后一点你要加油咯 好 先来看一下实验咯 好 先解释一下这个实验咯 这个黑色箱子里面 分别有红 蓝 绿 三颗球 待会我要用红光照射它 请大家观察一下 这三颗球的颜色变化 好 请关灯 仔细看咯 好 红色 照到中间的蓝色 照到绿色 蓝色跟绿色 怎么好像有点 变成黑色的感觉 然后红色的 很明显的还是 红色的 那都观察仔细咯 是 好 那我们就 请开灯来看题目吧 好的 好 好 用红光照射 红蓝绿球 为什么只能看见红色和黑色呢 答案是 A 蓝球和绿球吸收红光 B 蓝球和绿球反射红光 C 红球会吸收红光 你们 请下答 好 好 这一次 它真的卯足了全力 你想一想 告诉我 你比较觉得是哪一个 A 蓝球和绿球吸收红光 我刚刚全体提到 看到说 吸收红光 所以才会 没有颜色 所以啊 蓝球跟绿球 吸收了红光之后 它就变得没有颜色 而红光 会被红球给反射 所以红球还有颜色 是这个意思吗 你所当然的 这个答案就是 我又被你说服了 很有道理 等一下我会不会讲一讲到 真的 柯雪妹又说我是这个 我们就跟着问说 为什么 那爸爸呢 你觉得是 他还是支持他 爸爸永远都站在他这边 是不是 好感动 那柯雪妹正确的答案是 我们来看一下 答案 答对 对 故事告诉我们 这个节目就是一直看下去 你真的学到很多东西 真的 完全学 学起来了 太好了 那刚才慈菲所讲的这个理论 是对的吗 很正确 我把它补充得更完整一些 好 其实我们会看到颜色 就是物体啊 它会吸收不同的色光 但是 它会反射出 该物体颜色的色光 举个例 例如说 蓝色 它会吸收其他的色光 但是它会反射出 蓝光 对 好 那以绿色来讲 就反射出绿光 红色就反射出 红光 那你看 刚刚我们是用红光去照它 那红光如果照蓝色的时候 红光会不会被吸收掉 会 会啊 因为都被吸收 只有蓝色会反射嘛 那刚刚发现红色 我有听到你们说 红色好像变得更明显 对 因为它 反射出来了 对 没错 那绿色为什么是黑的 就清楚了 因为也吸收 答对了 很棒 正确的 对了 这样子 这个结果怎么有一点令人觉得开心 真的 所以今天 爸爸是 一分 可爱的小慈飞得到的是 一分 所以这一次就是慈飞获胜了 没错 慈飞这里请 它就是我们今天的光之科学王 好 那我们也要请科学妹来帮我们颁奖 好 太美了吧 好 来 我帮你拿这个 好美 太适合你了 好开心 好 这一次还要请科学妹 我还有巍巍跟你一起合照 可是今天来的是爸爸 要不要一起照 爸爸 我们一起搭 好不好 那我们等一下就一起搭合照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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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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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等一下就一起这样子的合照 合照完了之后呢 我们会上传脸书粉丝团 没错 今天真的是太开心了 那我们来拍个照 来 一二三 一二三 生活Try科学 生活大小事 Try科学帮你 找脸之 乌云 我们今天学会了色光了 那你来想想看 在生活当中 光线还可以怎么样的运用 好多好多我现在灵感充满 真的 就像是我们在阅读书本的时候 因为纸张通常是白色的 白色容易反射色光 所以让我们眼睛比较容易不舒服 这个时候可能改变一下阅读灯的颜色 应该可以让眼睛舒服一点 漂亮 除了这个以外 其实水果只要我们变个光线 也会让它看起来很好吃 真的吗 打光让水果更可口 好 你看喔 现在我手上有这个红色的光 然后我来打番茄跟苹果 你来看看 我把它拿起来两个一起打吗 好 番茄我们打光 你猜看看苹果 OK 有 有没有觉得它的颜色变得更红了一点 感觉好像更甜 对 然后来我们再近一点给你们看 像现在番茄啊 我有一部分有打 另外一部分没有打 有差 难吃 好吃 难吃 好吃 真的有差 应该是说 原本可能也OK 可是我们家的光线呢 让它更加分 你好会聊天喔 所以很奇妙喔 我就发现啊 有一些水果汤喔 其实它们在 像是红色的水果上面 真的也都会打红光喔 你们也可以注意看看 那我想试试看 如果绿色的水果打绿光 会怎么样 好 因为 好像也还是不行喔 不行 对 从心理学来看啊 其实啊 我们人的肉眼喔 只要我们看到红色 都会有一种 它好像熟了 好像是好吃的那种感觉 所以呢 我们用这个红灯啊 这样子打上红色的水果的时候啊 就会有一种 嗯 好像水果已经熟了 好吃的感觉 喔 什么什么 每个人都应该去买这个绿光手电筒 打啊 为什么 因为啊 如果你想要减肥的话呢 那个菜一上来 你就赶快打绿光 你就会觉得 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好吃 所以还觉得这小宝蛮有趣的 但是好像也有道理 翘喔 好 我们现在来试试看另外一支好不好 你说白光 对 好啊 因为我觉得白光打的效果也会很好 啊 没错 白光是混合光 所以你看 对 这样照上去的话 好像也OK 好像看起来就是一个最安全的光源 的确是 所以家里面基本上呢 都是白光啊 或者是黄光 好像也蛮安全的 所以如果用混合光来照 所有水果的话 应该看起来都会比较可口 没错 没错 那妹妹 你可不可以拿白光来照我一下 我也想要变得可口一点 白光照你变可口 没有没有 看起来很好吃的吗 同学们 那你也赶快去试试看 你们家这些光源呢 来照食物啊 或是照什么有趣的地方 再分享给我们知道咯 菜科学下次见咯 拜拜